需要转身吗 挥速 对挥速 来 首先我怎么提高挥速 或者这球都到我后脑勺流进来 你是怎么杀下去的 而且就是我被偷了之后 那个平球我怎么发力 大家不还是控掌在这里 首先你得明白 第一件事 大臂带动小臂的时机 是可以发生改变的 你可以大臂挥到这里带动小臂 你也可以大臂直接走一点 反而就甩小臂 OK 这首先是可以 就是大臂带动小臂的时机 在我网课里这个叫合肘时机 这个是可以发生改变 第二件事 你要清楚一件事情 你的最舒服的发力肌修点 跟你转身的幅度有关系 化正点要来了 干货 当我没有充分转身的时候 我的肌修点是偏高偏厚的 在侧面看一下 直接这么发 直接这么发就行 当我没有侧身的时候 我是偏高偏厚的 好 这是我没有侧身的情况下 为什么 因为我的腰斧带动 不会再向前转了 我只要大臂跟着我重心后仰之后 我腰斧一带 大臂向前一走 OK 大臂肯定是不能独立向前的 你肯定 我肯定这个球不能是这样打的 那我大臂就脱离身体了 知道吗 独立向前了 就说明跟刚才我们讲发力的理念不一样了 大臂要和身体紧紧相连 那我这个点就是高点后仰 当我有充分转体的时候 我的身体会把我的大臂 因为我转体了 我会往正转 对不对 你看 它会把我的大臂带到一个什么位置 带到一个很靠前的位置 这个时候 我是手臂自己动的吗 不是 我是手臂自己动的 不是 是被我的身体拉过来的 那这个时候我在挥拍 肌臭点自然而然就会在 一个比较前的位置 而且挥拍幅度也会变大 因为我腰幅 介入的更加的充分了 是不是我就打到了前点 我轮大臂了吗 没有 是我大臂被我身体带动过去的 我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现在这个球时间上 给你侧身的时间了吗 比如说请来个平球 再平一点可以 这个我还真能打 再平 你非要侧身 这个时候你有时间侧过去 你有时间转回来吗 我想问 你遇到这种被动情况 你不想的是框架怎么后置 你先想着侧身转体 这首先就是第一个误区 我有时间我当然侧身转体 没时间怎么办 没时间就不打了 我就是不打了 我输我也得侧身转体 对不对 你要这么着的话 我就没法教你了 因为这个球 明显就没有给你 转过去 再转回来的时间 因为光这个时间 最快都得用怎么样 假如得用半秒 他都没有给你半秒的时间 你怎么做完这个转宽的动作 不行 这是第一点 实际情况不允许你转身 第二个 我如果不转身或者是个半侧身的状态下 我是不是机球点就不用放这么前了 最舒服的机球位置是是不是就不用这么前了 是不是可以适当的高一点 那我们试一试 我就现在站成个半侧身的状态 我就半侧身机球 来 你还发那么平 来 超级平 来来来 再平 再平 不行不行 直接冲我脑袋来的球 来 不不不 你就真的平没事 死不掉了 这都高 我不要这种球 我腰腹没用吗 贵腰腹没用吗 用 那也就是说我被偷的时候 我应该是个什么姿态 来发一个 不不不 这个稍微高点 我已经往前站了 我又撤步了 我是一个半侧身 可以打高点的状态 大臂带动小臂是可以结束的状态 你侧身是打不了后点的 你只有半侧身可以打后点 为什么安行李子佳他们杀球都是半侧身 为什么他们一直都是半侧身 因为 第一 可以利用卷腹出爆发力 打闪动发力 打更高效的发力 第二 他可以拥有更高的机球点 拥有更少的重心摇摆 那么这个就叫做先进 听好 我能打更高的点 意味着本来一个在这的球 我做侧身步伐 我需要撤到这才能打这个球 如果我半侧身的话 我不需要 我只要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回味就简单多了 你刚才我这个球得撤到这才能打 我半侧身的话 你感觉呢 然后半侧身是打什么呢 闪动出手 重心摇摆小 体力消耗小 出手速度快 爆发效果强 能打更高的点 能打更厚的点 那这叫什么 这叫技术升级 为什么以前没有 因为以前的球拍太重了 球拍在轻量化的发展 还是说这句话 球拍轻量化的发展 球拍轻量化的时代 势必会出现的情况 就是羽毛球技术简化时代的来临 你们现在 别说你们 咱们现在用的1234的灰拍 你先别说 我刚才也讲了半天 传统的灰拍 对不对 好 但是我要说的是 那是什么时候的教法 那是60年代的教科书 那那会的球拍有多成啊 我想说练球的时候 97年 用的铁杆木头球拍 我的灰拍动作当然很大了 当然很难出灰速了 我9岁多的时候 你要知道 我拿到第一支碳速球拍 那肯定是三游 我感觉9岁的孩子 我9岁拿着一个碳速球拍 三游 我觉得轻如红毛 知道吗 我第一次用那么轻的球拍 那是三游 现在我使三游 我使不了了 为什么 因为技术已经简化了 使不了了 那会的动作都是这样 你看 你现在球拍有那么重啊 那不都是这样了吗 现在 你球拍变轻了呀 让大家明白什么叫实战 花架的不行 你要学的是什么 不是一个动作 动作是为了打球 但大家现在给我看到的是什么 来小杨我带你去练 让你练头顶突击 让你练头顶突击 看着啊 两种思路 侧身转体马来步 充分 转的再快一点 侧身要侧 奔死了 我天哪 你转快跳快一点啊 挥速再快一点 转 必须转 你在干什么 你直接后仰倒退步 闪动突击来 需要转身吗 你在干什么 腰腹怎么着都是卷腹发力啊 你来个这么高的球 来测身 要充分 突击 那没有问题啊 又给你时间了呀 你转体的话 你重心更好调配嘛 你关键你不测这个身 你也得在那儿等球 不是 你倒的早也没有用 那我是步伐跟节奏上配合上了 我需要我转身 打大发力 比如说 你现在这个球明显是可以打篮截的 半壶球都出来了 你非要测身 就教练就让你测身 我就不明白这球这么平 我为什么要测身 你们就没有人反抗过嘛 就别人都偷你后场了 偷这么平的球 你比如说 你现在就知道我要偷球 而且这个状态行 你比如说 我偷这么平的球 你非要测身啊 你直接过了 你脑袋后面了 你第一件事想的 不是怎么后仰 不是怎么球拍 相互取位 不是怎么闪动发力 你先想着测身的 测了身之后 那球到哪儿 已经到你脑子上了 你还打不打 怎么打 然后你不就 我得找教练 我转身太慢 我得练步法 反正就是不练发力 就是不练发力技巧 那你慢慢转吧 慢慢转 我看你怎么转的 比单格还快 你转的比单格还快的时候 我看你还能不能接 这个高度的球 现实是 你转的比单格还快 也不行 天津的比河北的厉害 刘兰 别这么说 我就是河北人 我现在在天津 好 好